轻轻阵地 意见莱的单打 转身进来 好球 双手的爆炮 而且挡拆之后 阿联要外弹之后 投篮有很多机会 我们看 挡完拆之后 对 外弹之后 他会有很多机会投篮 对 你说意见莱的投资点 其实西里亚 因为 去投篮 所以他今天应该会有很多机会 对 出狂 出分 又是一个 空位中距离 好球 而且这个新的挂队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家分享球 都非常好 对 外弹突分 意见莱 撤步的中距离 好球 几乎都是一个 就是不设防的状态 外弹 接挡拆 接挡拆之后 阿联挡大中锋 对 给空中接力 对 这个配合 无前一直在等着阿联 这个大中锋 去延误啊 对 其实一直在等阿联这个人 看来这几天的这个集训呢 球员队李丹之道 这个战术 还是接受的比较快啊 对 看出来 我们的球员 一直在连赛当中 打着比赛 对他的状态的保持 对他的身体保持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一个服务 突破分球应该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打法 因为 我出来看郭艾伦的三分球 好球 这个徐利亚突破分球应该是一个比较主要的打法 因为他这个确实感觉上啊 训练的时间不是特别长 所以这种打法相对来说简单一些 所以就是我们在防守端啊 就是更需要 阿联那球啊也是收着跳 所以他要是 就是 持点劲 前生阵地 易建兰的单打 转身进来 好球 上手的爆炸 他这个转身的速度啊 对方确实是跟不上 对 这个弹速也快啊 对 这个对面中锋的应该比阿联要高个十公分以上 怪人 好球 哎 这个球 目前这球处理得非常聪明 实际一个基地给了易建连 呀 谢谢大家